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我们已经进入犹太历5783年 今天特别来分享祝鹏节的奥秘 今年的祝鹏节是从10月9日的日落到10月16日 10月17日是祝鹏节的第8日 也称为祝鹏节的最大日子 10月18日是SIMHATORA 是庆祝托拉学习的结束 以及新的一年托拉学习的开始 SUKHA意思是BOOTH帐篷的意思 SUKHA是他的附属 英文也翻译为Tabernacle SUKHA来自另外一个词 他的意思是 To see, to perceive,看到或者感知 这也暗示了在祝鹏节 我们会以不同的视角来寻求神 以及领受新的一年的启示 祝鹏节有三个名字 这是纪念以色列先祖在矿业40年 住在搭建的帐篷里 一路上神的云柱火柱保护他们 添加玛纳盘石出水的超自然供应 祝鹏节又称为收藏节 是以色列农业丰收将果实收藏起来的季节 由于精神的层面与物质层面平行 祝鹏节也是收集夏季所获得的智慧的季节 收集和储存一个人的智慧的时间 就在祝鹏节 祝鹏节也又称为The Season of Joy 欢乐的季节 土拉特别命令我们在节日要欢乐 祝鹏节的建议是造一个帐篷 在里面吃喝 大家聚集和快乐 苏卡 拥有庇护所和覆盖的意思 祝鹏节的帐篷要立于开阔的空间 至少有三面墙和未经处理的自然植被 比如竹子松树或者橄榄树枝 所覆盖的屋顶组成 帐篷是临时的 不是永久的家 它的屋顶是有植被简单的覆盖 向天打开能看到星星 不受限制 看得更远 坐在临时的小屋里 开始理解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 规定是必须的 没有它们 我们也可以生存 临时帐篷为我们提供更深层次的视角在于 最终意识到我们属世拥有的 并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谁 与人与神的关系如何 在世上的使命是什么 临时帐篷开启我们要走出过去 和打破未来事业的限制 来拥抱神所赋予生命的意义 拥抱生命的源头 曾经在神云彩般的同在中 祝鹏节重点在于 神荣耀的云彩 神的同在降临 以色列百姓拜金流度之后 神同在的云彩离开他们 摩西在祝赎罪日第二次将十剑石板从西乃山带下来 这表明神已经赦免了以色列人拜金流度的罪 与百姓重新立约 神小于摩西为他建造圣索 因为神要住在他们中间 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为建造圣索奉献 在提斯利月十五日开始建造圣索 神荣耀的云彩就回来了 云彩预表神的同在 在赎罪日最得圣免之后 人们渴望神的云彩重新显现 以神知神的同在 才能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祝鹏节开始于提斯利月十五日 这也是庆祝神同在欢乐的季节 是更靠近神寻求神的季节 在祝奉节七天的假期里 不但纪念神在旷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神迹 更是为新的一年的旅程 提升自己的属于生命 神的同在的云彩降临在你的帐篷 领受新的异象 家庭对神话语的热情和理解 行公欲好联名谦卑与神同行 那为什么在经历了犹太新年和十天 大而可畏的悔改以及赎罪日之后 神要命令要离开家 在房子外搭建帐篷 而不是在家里舒适的环境中 庆祝着欢乐的七天假期呢 那边解释 经历吹脚节和十天的悔改和处罪日之后 人们在身体上忽视属世的舒适和依恋 在属灵的层面达到一定的高度 与神最靠近 与神的关系最亲密 与祂的圣洁的性情最融洽 这个时候 神命令要离开舒适的家 在家的外面搭建帐篷 这时 你会经历不舒适的环境和面临不安全感 也许还要经历雨水的意外降临 然而人们在吹脚节和赎罪日 领受神的爱 怜悯和圣灵之后 感到神是如此的真实 与神的关系如此亲密 因此雨水 不安全感 惧怕都无法让人再远离神 在以色列的秋天开始感到寒冷 在外面棚子里 吃喝甚至住在里面 是具有挑战性的 苏卡也有盾牌保护的意思 当你坐在帐篷里 感受到神荣耀云彩的降临 仿佛神的拥抱和眷顾 这时你会更加确信 神在新的一年里 看顾和保守 祝鹏节的七天 愿你每天经历神的爱的环保 在信心里欢庆 神即将倾倒的恩典 怜悯和保护 敬旗期待下一个视频的分享 如何顾祝鹏节 祝鹏节的另外一个介密 就是摇动四五 祝大家祝鹏节快乐